中国报的读者们,大家好,我是特派主播文松 那今天我带了干来到五层广场 那今天五层广场呢,就有举办一场 这个袁小姐抛干配备活动 不过这里不是抛干,而是摘干活动 因为这里没有河嘛 那他们就巧思妙想,然后用了这个 让这个年轻男女儿直接把干 就是把你的联系号码写在这个干上面 然后直接记在这个绳子上面 然后到时间到了就会 让年轻男女直接来这边就是摘干 所以他们也称为摘干活动,摘干环节 那今天我们这里也有很多年轻男女 已经把他们的这个干准准备好 记在这个上面了 有请我们的这个,我们特别受访者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Marco Marco你好 请问你是第一次来做这个捞干的活动 对啊,第一次 那为什么今年会特别想要来 就平时之前没有经验过这样的环节 所以今天来尝试一下 那五层广场今年举办的这一场这个抛干活动 跟你想象中的有什么不一样? 就平时总是在河边捞干 所以这次是用捞干,所以会蛮有创意的 就希望你今年就是抱着美人归 谢谢 谢谢你的受访 那大家来到这个公共场合参加活动 记得现在武汉肺炎也是大爆发的时候 所以我们记得要戴好口罩 戴好口罩